不过王阳明才知道高手做事有多绝 五百多年前 一艘小船停靠在江西南安的小湖上 船的主人正是千古第一等人王阳明 此刻他游进灯窟 静静躺在床榻上 我要走了 良久 请受老人徐徐睁开眼睛 站立床侧的弟子 舟机攻下身体 气不成声 恩师 你有何依言 老人轻轻微笑 一字一顿说完人生中最后一句话 此心光明 亦附何言 五百多年后 王阳明知行合一的体人之学 成为儒家思想精士致用的源头活水 王阳明的一生波澜壮阔 历尽坎坷 他左手执剑 破十万反叛大军 立挽大明江山于狂澜 右手府眷 继孟此之后 将儒家心法发扬光大 无心自有光明月 千古团圆永无缺 无论男女老幼 还是红如白丁 人人皆可为圣贤 成为圣贤的方法很简单 立足当下 感受身边的小事 让与生俱来的良知 照亮人生的道路 勇敢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已立足当下 不偏不倚 年少时 王阳明是个顽皮的孩子 他偷偷从私塾中跑出来 与小伙伴们做游戏 他制作大大小小的棋子 让小伙伴们举着围成一圈 他做大将 坐在中间 指挥着大家 忽而向左 忽而向右 他的父亲龙山公 是当朝的状元 听说这件事后怒斥他 我们家是靠读书传家 你天天玩打仗 有什么出息 王阳明问 父亲考中了状元 子孙也是状元吗 龙山公说 只有我是状元 你要是想做状元 还得勤奋读书 王阳明笑了 只一待 状元也不稀罕 龙山公气得把王阳明 痛打了一顿 王阳明之所以爱好打仗的游戏 是因为当时的明朝战乱频繁 外有一敌入侵 内有盗贼叛乱 百姓生活很不安宁 王阳明十二岁时 达达入侵北境 明军战败 十五岁时 洪灾旱灾频发 盗贼刺起 在年少的王阳明心中 对国家的前景深深担忧 在他看来 当务之急是驱逐外敌 恢复家园 当前的任务是薛平草寇 平定边关 还百姓安定平稳的生活 心有理想 付诸行动 少年王阳明准备向皇帝上书 为稳定边关建言献策 父亲龙山公惊讶地质问他 你发狂了吗 鼠声乱说话是要杀头的 王阳明恍然醒悟 实现就是济民的理想 远没有想象中那样简单 凭借自己目前的资质和能力 还远远不能让上位者信服 胸无点墨的莽夫不仅不能诚实 还会遭遇祸患 从此王阳明心无杂念 有志于学 遍法名师 精进学问 立足当下 把握时机 在青少年时期 他是修学 卖好万丈高楼的第一步台阶 系好人生华福的第一颗钮扣 人人心中既有良知 心中的良知 只有立足当下才能感受到 忠庸有言 君子素其位而行 不愿忽其外 素富贵 行忽富贵 素贫贱 行忽贫贱 意思要根据当下的境遇来行事 而不是不借实际的空想 与真实的世界互动 如实向自己呈现当下的感受 我们一定能从当前的境遇中 找到突围的出口 二 被贬荒帝 不退不惧 心中的良知 是在人生陷入黑暗时 照亮前进方向的一束光 王阳明的一生 不断与叛贼斗勇 与奸臣斗志 与往胜斗血 他从未屈从于叛贼的强悍 奸臣的拨弄和流行学术的稚固 当朝大太监刘锦 蛊惑皇帝沉迷玩乐 把持朝政 对反对自己的人大加残害 王阳明的好朋友 因维护的忠臣受到牵连 被捕入狱 他出于对友人的道义 向皇帝上书 陈述友人的冤屈 太监刘锦恨得咬牙切齿 不但将他扁往贵州农场 并派出杀手 遇在半路截杀王阳明 王阳明假装投何自尽 骗过杀手 历经九死一生 抱着必死的心情 前往扁的贵州修文县农场镇 那时中国的西南部 远没有现在宜居 瘴气环绕 人烟稀少 群山延绵 蚊虫不绝 遍地惊奇 王阳明和随行的两个同伴 只能住在阴冷的石洞 遇热闹繁华 华灯初上的京城 差了十万八千里 同伴们忽然来到这片不毛之地 不堪忍受恶劣的生存环境 心理防线崩溃 不久就病倒了 王阳明虽是状元之子 自小家境优渥 锦衣玉食 可他没有沮丧 没有气馁 积极地创造生存条件 显示想办法 帮助同伴们恢复健康 见他们吃不惯当地食物 王阳明就吃起炉灶 煮成香喷喷的肘 见他们忧郁寂寞 没有玩伴 王阳明就为他们讲笑话 弹琴唱歌 积极与欢乐 像划破漫天乌云的一道闪电 为当下七风苦雨的生活 增添了一线生机 空闲之余 王阳明还教导当地的少数民族 啃得重量 一风一俗 受到王阳明的感化 村民们帮助他建起了一个茅草屋 主不一众 终于有了栖息之所 不久 王阳明又在群山中 觅得一处偏僻的钟乳洞 取名为阳明小洞天 他常常在洞中读书自省 彼有一番趣味 论语有言 君子顾穷 小人穷丝滥野 人生海海 在穷途末路之时 不消沉 不癫狂 不绝望 不改从前的高尚 秉持心中的良知 无惧凛冽的寒风 傲然立于命运的浪潮之巅 三 立功被渡 不争不变 正隔十四年 宁王诸臣好 发动叛乱 为了当上皇帝 他谋划了十年 自认为不举缜密 天衣无缝 却在短短四十三天之后 被王阳明擒获 在拯救无数百姓 免遭战火荼毒之后 王阳明的赫赫战功 没有得到顶投上司明武宗的肯定 而是受到朝臣的嫉妒 小人的陷害 这些宁性小人 隐瞒王阳明评判的消息 鼓动武宗 要亲征 甚至要求把将士们 出生入死活捉的反贼释放 然后再让武宗亲自 请获诸臣好 以满足当朝皇帝的虚荣 面对这样复杂的形势 为避免百姓 再遭不必要的骚扰 把诸臣好 交付皇帝身边的太监张勇 将功劳全部归到武宗名下 然后称病隐匿 拂云吹坐穴 是为主城茶 忠武宗一招 王阳明没有接受朝廷的封杀 当付出没有得到回报 辛劳没有收获果实 大多数人会消沉下去 用人生不值得的态度 面对现实的不公 而心中的良知 却难以埋没 滔滔不绝地流水 生生不息的执着 无一不再诉说着青山的华美 生命的可贵 外界的打击与谣言 在真善美的生命本质面前 根本不值一提 一经有云 地道无成 而代有终 意思是行事不历史 成事而不专攻 攻城而不自傲 不露锋芒 大智若鱼 方可获得善终 在看清人间冷暖 经历世事变迁之后 勇敢的人 仍然满怀热忱地拥抱生活 因为这颗火热的心 一直都在激烈地跳动着 逃离不言 下自成期 王阳明的心血 与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日本儒者尽将圣人终将藤树领悟阳明心法后 做事表达内心的喜悦 知之格物学虽心 十有八年亦未真 天佑下阳令至太 今朝新帝四回春 夕阳的余晖下 提携在阳明故居的迎联一以生辉 立得立功立言真三不朽 明里明知名叫乃万人诗 温曲哪得清如雪 未有源头活水来 体会心中良知 把握行动不竭的动力 我们也可以把平凡的人生 过得精彩闪耀 文章到此结束 喜欢请点赞关注 与朋友们共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